哎呦我的妈呀 结婚邻居大家好啊 周末还不回家休息啊 啊 我媳妇 喂媳妇 啊 今天什么日子啊 今天是周末 今天我值班 今天我生日 哎呀 我都忘了 怎么的 晚上还要炒几个好菜 隆重庆喝一下 炒什么呀 大葱蘸酱 鸡蛋炒大葱 葱毛羊肉 好不 等会儿 有点辣眼 那个我跟你说啊 吃啥不要紧 明白不 主要是你把妞妞啊 哄着了以后 咱俩说了 这就很幸福了 我跟你说 这事别跟别人说 明白不 家里人都挺忙的 好嘞 嗯 哇 你把他玩的 赵经理 Happy New Year 怎么的 你要过新年的你啊 啊 不是 说错了 那个是 Happy Happy Birthday 你还记着我生日呢 当然了 赵经理生日我能记不住吗 是不是 来 赵经理 看 呦我他妈 这什么 镯子 送给你一个镯子 不是 你别这样 你俩大老爷们 你送我个镯子干什么玩意 我跟你说 我情感 接受不对 你戴上 你戴上 我戴上 我戴什么玩意 我戴什么玩意 我戴上 哈哈哈哈 你说你 你送我个镯子 什么意思啊 那个 不是我送你的 啊 是门口的玉器店 那个张老板送给你的 张老板送我的 啊 不行 这可不能收 赶紧给人送过去 不是 送给你的 是 卖给你的 卖给我的 啊 这多少钱呢 一百 哎呦我的妈 咋的了 这么贵呀 啊 哎呦我的妈 一百块钱 他这什么意思 卖给我这个 哎呦我的天哪 这有故事啊 啊 我跟你说 你要听了 你肯定得买啊 啊 玉器店的张老板 啊 由于他资金周转不开 啊 店呢 马上就倒闭了 啊 就差这一百块钱 店就能买了 我以为我一想啊 我们赵经理什么人呢 我们赵经理愿意帮助别人呢 是不是 热心肠啊 我咔我就给收了 你就得买 我跟你说 小鱼啊 哎 我发现你最近啊 进步的很多 爱心难买 这就对了 赵经理你带得好啊 行 这是我买了 啊 但是这一百块钱 我这 我没这么多呀 我一个月就五十块钱 没花钱 这个月算好 一分钱没花 就五十啊 哎呦我的妈呀 啊 堂堂物业大经理 啊 一个月收费五十 你呀 你现在是个单身狗 对吧 你是一人吃饱了全家不务 对啊 小鱼啊 哎 我跟你商量个事 你说 你借我五十块钱 下一月我那名花钱下了以后 我还给你 没问题 好好好 来 四十二 那你这还没我多呢 你这个 我现在不是单身狗吗 我要像你是这一对狗 我不就有五十了吗 拿着 五十加四十二九十二不行啊 这还差八块呢 这么大窟窿怎么堵啊 也是哈 啊 哎 赵经理你说这样行不行啊 咱跟张老板商量商量 说这镯子 咱不要发票了 能不能抹吧 对 再送瓶可乐呗 那就太害了 你跑这吃饭来了呀你呀 这样 还是动用一下我的私房钱吧 你看看 看着吗 我就说 肯定有小金库 这还 跑得了呢你还 看着他啊 看着没 我们赵经理是巨商 你踏这么刮吧 你看着没 藏得多隐秘 赵经理 哎 瓶子 哎 不是你那钱 藏在哪个瓶子里了 不是 什么 这不就是钱吗 我跟你说 这就行啊 这这一个瓶子好几 你对不到 慢点 还有巨型的出来呢 再再再你说 先先先先 等会 等会 这小区里 这行啥啊 这不是瓶子吗 小区里边经常有人就乱弄这个 我没事就把他收起来 完了以后呢 那收破烂的老刘来了以后啊 我就把这些瓶子送给他 嗯 今天下午老刘正好来 我就不送他了 我这回我把瓶子卖给他 不是 你这些瓶子能卖八个钱吗 没事 我到时候我跟老刘打一打感情牌 那你吧 二人五 哎呦 啊 这怎么的啊 乌烟黄了 要改废品收费站呢 不是不是 收起来收起来 慢点啊 哎好嘞 哎呦 哎哎哎 大姐夫 哎 这这谁的 我的 门口张老板那个一期店买的吧 哎 啊 哎你咋知道呢 多少钱买的 一百 一百 哎呀 干嘛 一百块钱买的 怎么的 他怎么会是一百块钱呢 啊 二姐夫 是这么回事 一期店张老板呢 这个由于资金周转不开了 就差这一百块钱 就能把店救火 玩上呢 我们超级你就给买了 哦 是这么回事啊 对 哎呦 大姐夫 哎 你说你这个一百块钱买这么个大物件回去 你媳妇 大米粒 她能高兴吗 只听是就急眼了 但是没事 我回去坐一下 她的思想不能坐 大姐夫 你这个人啊 反正是小区 不管谁有了难啊 你就会帮忙 对 这一点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但是小脸 你这次做的也不错 爱心满满的 但是鉴于你们两个的这个 这个经济实力肯定不行 是吧 那这样吧 你们把爱心都传递给我 好吧 哎呀 我给你们解决了吧 什么意思 来 这是一千块钱 好 哎 哎 一百块钱 你给那个一切电章老板 剩下九百块钱 你俩分分 好啊 哎呀我的妈 哎呀我的妈 一百变一千了 啊 顺芬 哎 顺芬 哎 顺芬啊 啊 我跟你说 怎么了 我发现你这个人哪 啊 越来越好 爱心满满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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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会变了这事吧 我要是后悔 我是你孙子 我管你叫爷爷 鞋帽里面听见没 听见了吧 他要后悔 我就是他爷爷 都听见了吧 哎哎哎 哎 赵刚子 哎 这事你也不能后悔啊 我不能后悔 我要后悔 你是我爷爷 我是你孙女 行不 听见了哈 听见了 听见了吧 走吧 我的啊 好好好 哎呦我天哪 哎呦我这马太好了 太好了 哎 把这个 你这四十二拿走 哎呀 什么 所以这一千块钱 给张老板送过去 不是 这一百呢 给张老板送过去 九百咱咱咱分呢 干什么玩意 说啥呀 都给那张老板送过去 都是他的 都是人家的 明白了 去 去 算了吗 哎呀 算了吗 哎呦 你咋来了呢 我送电电书来了 啊 这个镯子电电书 哎呀 那谁 那镯子 赵教理收下卖 收下卖 喜欢不喜欢 老喜欢 哎呦 老张 哎 哎 张着 真是 来来来来 快坐这 我跟你说啊 老张啊 经济上遇到问题了呀 你就说 大家可以帮你 你还用拿什么镯子卖 我这干什么这是 刚着 哎 这就是那镯子的 鉴定书 哦 太好了 那个 把那钱给张老板送了 忘了忘了 这个 啥钱 张老板 卖多少钱 一千块钱 赵经理收 都是你的 不是 不是 不是一百吗 整成一千了呢 是这样 我把这个镯子呀 我卖给钱算分了 给了一千块钱 这样窟窿补得瓷瓷瓷瓷瓷的 是 哈哈哈哈 卖给谁了 钱算分 钱算分啊 啊 哎呀不行 那啥 当上啊 你给我要回来行不 那是镯子我不能卖 为啥呀 整地 他 他 我这一朝旗啊 那镯子我拿错了 那是我媳妇的家壮不能卖 你管要了 你怎么拿错了 你家俩 到 赶紧找钱算分 把这个拿出来 快去 快去 我这 我这 干什么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干个杠杀 要我了 求你杠杀 要我了 我正找你的 嘿嘿 见那叔叔 对对对 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 是分啊 那那那镯子 有这么个情况啊 镯子它就不卖你了 是吧 去去去去 我钱给你没有 你给我了 镯子是我的 不是 我现在把镯子买回来 一千块钱 后悔了是吧 你又不卖了 后悔了 怎么办 不敢 不是你们别 就知道 后悔 刚才不是说吗 爷爷 你给我 我不给这 哪有你 我不卖了 你看啥 不卖这个 你怎么这样 我这卓人 我这卓人 完了 我的卓人 哎呀我这桌子啊 这可不是我啊 不是你啊 你摔的啊 我我我我 乖的 我的桌子完了 我的桌子啊 哎呀张老板 你不是 你这尿急啥呀 是大老姐妹 不是一个桌子吗 我呸 100块钱 那啥呀 对 他不是100是5万 5万 不是小鱼啊 小鱼 老张啊 你别吓唬他 这孩子胆小 小鱼 起来100 1万 哎呦我 不是100 1万 哎呦我 100 这万呢 行行行行 你们俩点心情感呢 不是 干脆就是这个 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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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啊 不是阿姨吗 不是 张经理啊啊 你说这你一个100 他这一个5万 你说我这他这个 怎么回事 啊 怎么回事 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跟你们说说怎么回事吧 啊 这个桌子啊 我确实是认识 啊 你站好了啊 啊 这桌子就是5万 行行行 你站好了 前一段时间我带着二米粒到那张老板这个店里就去逛过啊 啊 二米粒就看上这桌子了 哎我跟你讲过价钱呢 四万八你都不卖我 哎 一百块钱你卖我大姐夫你什么意思啊张老板 老张啊 你跟我说实话 扫底怎么回事 他是真的事啊 这不是嘛 我开个小鱼器店啊 啊 杠子没少抄信啊 啊 这不去年我个个竞赢不善 他不是就赔了吗 当时赔了个底朝天 人家那个房主啊 天天对着我要房主 杠子出面了 给我做担保 然后我那小店是活了 真正异象了吗 你说我现在剩一个小子 我都忘了杠子吗 尽是他剩你 我就琢磨着吧 我先给兄弟一个好物件上档子 他这银你给弄他能要吗 指定不能要 我就琢磨着琢磨这么个招不是吗 老张你干什么呀你啊 啊 你说你可真是的 我帮你不是应该的事吗 朋友之间嘛 不能拿钱来衡量明白不 你看你这这么贵的东西 你说你怎么着 你这样吧 回头我回去 我跟我媳妇商商商商商 我到时候陪你 好不 不 我要跟赵经理一起赔 我也赔一点 什么意思 不是 你什么 什么叫赔一点啊 赔一点 是一点呗 啥点啥 你有钱吗你 你赔 你帅的你 你干啥别人你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 你看看你吧 咋的了 这事明明你知道怎么回事 完了你拿一千块钱来干这事 嗯 人家余小脸人家没钱 人家说赔 这是一种精神 看你 你要有本事你说个赔字 我管你叫爷爷 我赔 别别别别别我全赔 你拿啥赔 你拿什么赔 张老板 来你好好看看 这个破镯子你好好看看 哎是你那镯子吗 这不是我的 这是假的 这是我从地盘上买的 一百块钱都不值 哎 假的这是 看好了 这镯子是不是你的 哎 这个是我的 哎 我把它赔给你啊 谢谢你啊 地方邻居们我赔了没有 哎 他怎么办 你说啊你这样 这个 这个要向前任分同志学习 向前任分同志致敬 顺风确实是不错的 好吧 就这样吧 哎哎哎哎 什么就怎么样了 什么就怎么 我觉得顺风 顺风人之汉症的 我们要上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你你叫我什么来着 我说什么了 你说什么叫我来什么来着 你说呀 你说了我说啥 本来叫爷爷 什么 爷爷 他替我叫了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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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张老板 还有点事跟你说 啊 这钱 那个是这样 我当了 镯子不归远主 我觉得咱们得庆祝一下 另外你看好长时间 没有去你那喝茶去 我觉得咱们得喝点茶 小俩啊 咱们喝什么样的茶呢 咱得喝有档次的茶 明白 那个当时他得花多少钱呢 得安一千块钱的喝 必须安一千 好啊 对不是啊 好好好 就安一千喝 这晚上 定了啊 定了啊 看见没有 人呢得经常做好事 做好事心情愉悦 他们凭什么 喝一千块钱的茶 一千块钱是我的 哎 哎 人家还在这啥呢 哎 人家还在这啥呢